黑烟从民宅大量窜出 火势猛烈 第一时间有三个人受困屋内 消防队员站在边边角落 持续洒水灌救 好不容易控制火势 把人一个个救出来 被警消员背影在肩上 轻轻放在单架送一抢救 这把火发生在下午两点多 桃源巴德 警消初步调查 意思是住户在家门口烧金纸 于警不小心飘进屋内 引发大火 镜头转到基隆 傍晚五点多 龙虾大王餐厅的隔壁民宅 大火直接烧破了窗台 浓浓烈焰不断往上窜 大火地中抱着水线跑来跑去 往最高温的位置洒水灌救 没想到下一秒 频频传出爆炸火光 还有剧烈声响 警消人员停下片刻 才又从窗台角落再次射水 这回的起火点是在厨房 依次屋主除夕夜 为家人烧饭煮菜 没想到把房子也给烧了 这年夜饭恐怕也不用吃 同一天不止民灾遭殃 新北市树林一间回收场也烧大火 里面有不少易燃物 这把火依法不可收拾 燃烧面积至少100平方公尺 同时飘散浓浓 刺鼻味 这个除夕夜实在不平静 TV人生做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